那么好 我们来看 就是现在的状况 从昨天开始预计这一周呢 哇 我们这个电量又要现红灯啦 黄灯啦 橘灯 都是非常的危险 倍转的容量率2% 2% 2% 2%多 就是假日的时候稍微没用那么多电 所以呢 到了黄灯 但其实是非常紧张的 这是从台电的公告里面抓下来的 那到底为什么这一波限电危机 这么大呢 到底是为什么 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当然是因为台风的关系 所以花莲的和平电厂 它的这个电塔倒了 那没有办法 所以导致了130万千瓦这个电就没了 没想到雪上加霜 在8月4号的时候 台中电厂的7号机又跳机了 1号机也出问题了 后来1号机在台电人员辛苦的抢修之下 总算是恢复了 好 那台电的人员冒着50度的高温去抢修 在这边还是要跟所有的台电员工说一声谢谢 好 台电的员工都辛苦了 那么再来 还有什么原因造成了我们的缺电呢 就理论上如果我们的倍转容量很高的话 那你这算倒了一个电台也没事啊 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本来在暑假用电的高峰期间 倍转容量就这么低呢 OK 是什么 我们来看第三个 就是因为在合一厂跟合二厂 合一厂的1号机跟合二厂的2号机 去年其实就已经可以启用了 但是因为当时民进党立委的杯葛的停机 所以当然也是让162万的这个162万千瓦的电 也都无法使用 好 那么再来还有什么 第四个部分 就是大潭的紧急发电组 还有大龄的新一号机 都无法如期完工所导致的 所以导致目前电力非常的缺乏 好 所以在目前的状况 如果再有两部中型的火力发电机故障 好 或者是出现什么意外 那么台电马上就会亮起黑灯 就难逃限电的危机啦 那其实限电跟缺电的事情呢 我们也是讲很久 从2014年 2013年就不断地去告诉大家 讲说 你就算不用合四 你也一定要赶快用其他的方式去发电 因为你真的不能用爱发电 你也不能用恨发电 你也不能用无奈发电 反正你一定要用物理来升电嘛 那缺电的事实就在眼前 那到底该怎么办